在我需要的時候,可以陪伴我的存在 在我需要的時候,可以陪伴我的存在 忘了各位,你要這樣做 可以陪伴在身邊你的小生命 陪伴你的存在,當你不陪伴的時候 陪伴在你身旁 陪伴的緣已故障 陪伴的搞到死 陪伴的長生 陪伴的長生 陪伴的大人 陪伴的長生 長生 我們近來的長生 陪伴的事情 老實講他106年法律叫我不能安樂之後 我們所裡目前是都沒有安樂 我們當然有一些嚴重的 我們嚴重到說他可能就是已經末期了 已經可能是沒有辦法了 或是已經癱瘓了 你沒有他的育後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差 會把它判定說這個應該要安樂 因為他對育後功能做好 不過目前為止的話 因為我們都會先公告出來 目前已經公告出來的話 民眾都會有一些愛心 都會把他領養走 所以說目前為止於所內 還沒有安樂一隻 應該是說 除了我們已經很感謝民眾的保護了 有攻擊性的狗的話 如果是他因為咬人被抓進來的 那我們會去詢問是說真的有攻擊性 還是他對於有些人會比較不造假 有些狗不願意被人家 就是不願意靠近 而你去靠近他 他攻擊他 就是說他主動會攻擊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是因為你去靠近狗 而對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被攻擊 我只能講說 這個就是真的就是 人自己的任務 如果是狗狗去攻擊人的 這應該是比較少發生 有種動物有兩種 一種是你家裡的動物 你不愛牌的 讓牠變成流浪動物 第二種是 牠原本就在外面流浪 我覺得人養動物 真的要想好 我們這邊都有一些 上課的內容 我是建議說 你們可以去上網再去養動物 對於做動物 有一些比較多的了解以後 才去養 不要說因為意思說 小狗小貓很可愛 就去養你 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你應該是說你 動物 你應該知道說 他有15年的壽命 這15年中 小時候很可愛 大了可能不是那麼可愛 但是你還是要養 因為畢竟你是牠的唯一 就這樣 而一般如果是在外面的流浪動物呢 如果是牠原本就在外面流浪 我是建議的 還是需要那些解物 減少牠在外面繁殖 這真的是很需要 然後自身的 如果你不是要需要繁殖 就是把牠解雜 不要牠有在繁殖的機會 就是我們盡量用解育的方式 把狗狗 就是說把狗貓的數目控制住 可以的話 就慢慢讓牠減少 只能這樣 養狗貓的話 我是建議先上課再養 你要有個基本的觀念 在養 然後第二個 是你自己養的狗貓 一定要解育 如果不是希望牠再繁殖的話 真的解育會比較好 第一個 你可以防止牠一些後續疾病的發生 不會因為說不小心懷孕了之後 你要想辦法處理 那真的是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 當然呢 你一般的什麼照顧 那個網路上都很多 然後都可以 所以說現在其實這些 要養狗矛盾簡單 只是說 你真的要想好才決定 我會選擇 因為可以讓牠們再次 擁有一份溫暖 我會選擇用林漾 因為我覺得 班子場不是很 人道理的行為 林漾 因為會少更多的流浪狗 如果你有什麼騎士 就是這樣 那些不一樣的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